我說過國藏市長在這段期間 他的事任推動將基隆往好的方面來改變 那我也相信他會持續帶領基隆市府的團隊來往前邁進 為罷免而罷免的政治操作 我想不只是會造成社會的動盪 其實對民主也是一種傷害 尊重選舉結果也是民主精神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接下來國藏市長如果有任何需要 我們都會願意來給予他支持 那市長支持修法 所以我說過 只要他有需要 我們都很願意給予他支持跟協助 市長支持修法 修法部分我想國民黨團還有民黨團民眾黨團 他們會在立法院進行 我認為應該要神聖的來溝通討論交換意見 市長怎麼看現在沈柏陽的A片書 他被台灣人警告說 對他可能透過個人看的A片內容 來掌握你的政治立場 那有資安專家覺得這實在是扯太遠了 我也是第一次聽這樣的說法 我來了解一下